英国最近天气有点反常 早前就比较下雨下得多 现在就好一点点暖一点 据说很快又会开始热 周万聪 除了英国之外 最近很多其他地方都很热 其实去到6月的时候 北半球大部分的地区都已经达入了夏季 不过其实在6月之前 有很多地方都已经有一些破纪录的高温出现了 这个也是近年很多人谈论的气候变化 令到这些极端的高温经常出现的机会 好像就越来越多 大家都很关心 究竟这个情况会不会蔓延到一些 往常气候比较暖和的一些地方 其实就在我们的附近 英国附近 西班牙今年都比较热 据说它几乎去到40度 而在印度的新德里那边 其实过往都是通常5、6月的时候才是那个热浪 但是今年的热浪就比较早 有些地方更加去到接近50度的高温 如果这个数字听到都挺吓人 其实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我们找了新在英国的香港天文台前高级科学主任 胡宏俊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胡宏俊 你好 关长 是 为什么会热成这样呢 其实看回西班牙那方面 就是在5月时候就有些地方 落到40度 这都是打破了当地的5月的记录 当地的记录这么特别 就是因为当时西班牙都是受到 在非洲北部的一些比较热的空气影响 令到气温比以前 即是同一时间以前在这个季节里面 就高了15度 另外其实除了西班牙这样之外 印度也有类似的情况 其实印度平时夏天都是会热的 不过今次就是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提早了 夏天提早了出现 三月以来已经有5次就一个热浪侵袭 原因主要是因为当地受到一个反气船的影响 刚才说过西班牙和印度这两个天气系统 都是一个天气系统而已 其实还有一个大背景的 大背景就是一个全球暖化 看回在去年2021年的时候 全球的气温已经是有记录以来 就是第六个暖的 和第七个是同一排名的 可以说是全球最暖的七年里面其中之一年 预计今年是2022年 虽然也有些拉尼那令到气温未必有那么高 但是有科学家预计都会在十大之日 这几个因素 气候加上天气短期的波动 就令到刚才说到西班牙和印度都相当热 胡云俊刚才你也说到 全球暖化都是一个很多人去关心的议题 但是除了热之外 其实每一年我们都会听到 有一些地方可能是特别冬 可能它的平均气候是比较暖和 但是那一年就有大风雪 过往有这些严寒非常寒冷的天气出现的时候 有一些人就会走出来 就会说 天气既然那么冬 你们又说全球暖化 就是说全球暖化这件事是不存在的 一个偽命题 其实它怎样去解读究竟气候变化 去导致这些天气出现 究竟实际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这个问题我们要分开两方面说 我们说全球暖化是全世界一个长期的趋势 这方面我们讲一个气候 还有个别地方某些时间里面出现的天气 是两个不同尺度的一个科学的现象来的 本身就说就算有些地方 在某些时间里面穿一些严寒的天气 或者落大风雪 都不代表全球暖化是不存在的 因为全球暖化 我们讲回全世界在一个比较长时间里面的一个平均值 那个平均值呢 气温来说就依然是上升的 这是第一点 另外第二点就是说就算全球暖化继续 都不代表就说一定每个地方都是一定会继续暖下去的 不一定的 因为全球暖化本身是扰乱了大气本身里面的那些运动 那使得本来一些平时没那么冷的地方 可能因为受到这个全球暖化去搞乱了那个大气的那个横流 使得本来不应该平时比较少去的一些 例如在极地有一些冻空气就会落到某些地方了 所以就会使得那些地方反而在全球暖化的大背景下面 那天气有时就会比之前更重要的一点 那那除了那些气温是极度有极端之外呢 全球暖化还会带来些什么的气候的变化呢 全球暖化影响天气就不是只是气温的 不过气温就最直接大家会感受到 那比如在英国也好香港也好天气都是越来越热的 那就是如果是香港来说那就是那个好热天气就会增加了 那在英国来说其实都有些影响的 那如果是热夜呢 那也是会增加的香港的热夜会增加 英国的热夜也会增加 那英国就是比较少家人有冷气机 那夏天就最热那两个礼拜 就可能有些人就会睡不着了 那这个就是浩热天气就会增加了 那另外同一时间呢 其实我比较关注是一个全球暖化会造成的问题呢 就是海平面会上升的 那全球海平面上升的时候呢 也都会令到风暴潮 风暴潮就是说一些热带气船 或者温带气船有时都会的 那就是造成那海平 就是它打风的时候那些海水就会冲了上落地 那这个呢也都是变得会更加密了 那同一方面呢 其实在另外一些极端的天气 包括一些极端的降雨 就是突然之间下一些暴雨 也都会增加 好呢就是讽刺同一时间其实干旱的情况呢 也都是增加的 那由于天气的气候变化得这么快呢 有一些生物的物种 它一时间还未能够适应 在这样的环境下就有机会出现一个绝种 那都是一个不幸的现象 那你刚才就讲到香港和英国了 那究竟香港和英国可以 热到去什么程度呢 会不会热到西班牙甚至印度那样呢 那由于香港来说呢 因为香港都是沙绵患海 那就是那个气温 如果来说在香港市区天文台的气温呢 就应该就不会说去到40度那样高的 那但是呢整体来说 香港部分地方是一些内陆的地方呢 那都不排除那样的可能 那英国呢就其实呢 就是其实来年中呢 都去到三十几度的夏天的气温 那就要去到西班牙呢 西班牙比较难一点 要去到当时西班牙的最高气温呢 应该的机会呢就不算很大的 不过呢都会大家感受到呢就是比平时呢就是 全球暖化之前呢都是会比较热一点的了 我们呢常常听到呢是极端天气呢呢都会是 和一些词汇呢呢就是 来扔上一些关系的 例如我们常说啊这一场的暴雨 或者这一次的干旱啊高温呢 是五十年一遇一百年一遇那样 那一般人呢听到这个字呢就可能呢 会以为呢这些事件呢只会是五十年 或者一百年才发生一次 其实这些词汇我们应该怎样去解读呢 其实这些词汇呢我们要是明白它的意思呢 它的意思就不是说有一件事件 每五十年或者每一百年呢发生一次 如果是这样讲呢那是叫周期 但是一般呢我们讲极端天气 我们讲所谓的有些人讲所谓的五十年一遇 或者一百年一遇呢其实是讲发生的那个机会率 概率Probability 那就是例如五十年一遇呢 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说 在今年发生这个事件 那个可能性呢大约就是百分之二 如果一百年一遇呢就是百分之一 那就不是说上年发生了 今年就不会发生了 因为每一年都可以是独立事件来的 那所以呢就是大家就不会是一个周期 那和大家要留意了 就是有些地方呢 例如你说某些气象站五十年一遇 但是有很多气象站的嘛 那就是说如果是在很多气象站里面的 其中一个某气象站的五十年一遇呢 就不代表说其他气象站呢 都不会很快就发生了 因为可能是逐个轮廓地发生五十年一遇 或者一百年一遇的事件 那气候变化呢其实很多专家都提过呢 就会令到这些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的 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做多一点点 我们都要留意节能减费 希望能够去缓减这个气候变化呢 带来对于人类的影响的 那好今天就多谢香港天文台前高级科学主任胡宏俊 接受我的访问多谢 多谢